字幕 李宗盛 三个钟产党 今天继续讲六九大游行 但焦点是我们是前瞻性一点 首先六九大游行不走就走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是沒有用的 但可能之後有用就不知道 現在已經有人提出一件事 我們要罷貨、罷工、罷市就是三罷 當然首先要問大家 現在香港的社會環境 以你對於罷工、罷貨、罷市的認知 究竟會不會有效的 你們首先學界講講罷貨 我不會罷貨 我告訴你 我認識一個同事他罷貨 即是他教大學 但我心想他罷貨的方法是怎樣 他黏了一張紙 黏了一張紙在課室門口 然後就說今天調堂 我心想這樣叫調堂 不是叫罷貨 罷貨的意思是 我是不上阿崔 這個課取消 那就叫罷貨 沒得交的 告訴你 他聽療了我告訴你 他是不會被人解僱的 一個聽療了的教授都很厲害 更何況其他小事 我講回一個真實個案 當年佔中的時候 我在某間香港的大學 找一個客席 我又不在乎你解僱我 我想我去拆席 那天我就上課 剛剛佔中之後 那天 我的罷貨 我不是罷貨 我照上班的 但我不教書了 那一堂 就跟同學 只剩下小半 一半至小半 因為科大 那時候是科大 科大的同學 比較沒有中大或港大 政治化 當然是我們身 我們身就沒有政治化 那我就會用那一堂時間 跟他討論 原本不是那一堂教的 是說回事件 看看大家的看法 討論一下 那算不算罷貨呢 我反而想到一件事 都說大學生罷貨 沒什麼意思 你知道大學生是怎樣罷貨 你知道大學生是怎樣罷貨 他要發電郵給教授 他那天是罷貨 那才有用的 因為我根本分不清楚 你究竟是罷貨還是罷貨 這真是相差太 但就算是的話 其實他的目的一定是罷貨 起碼只是一個姿勢 要不然你怎樣分得到 你是不是都不回 其實中學生罷貨 或者家長叫中學生罷貨 我認為罷貨很低成本 所以說罷工罷社 大家同意罷貨方面 尤其是大學方面 低成本 中學就更加難搞得起 因為中學的老師 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學校 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自己 就算你 哪個人批准罷貨 其實都低成本 只要你有上頭批准了 或者有家長叫兒子 不要上學罷貨 其實大家成本腦底 那你說罷工罷市 我認為罷工罷市 從來都是很大的威力 但問題是 你不可以罷到立法那一刻 即是你不可以說 是否星期二、星期三 6月12日 6月12日 罷工罷工罷工 罷工罷工 即是放假 打風也罷工 不是 張宇人不是這樣說 你罷工一天 可以令到香港的經濟損失很多 不是 不知道幾億 幾億 你知不知道 但是張宇人 這樣覺得最慘的地方 其實罷工 應該是要大家 全部一起罷 即是如果是罷 時間夠長 那些人很大 重點都是要一起罷 不理你罷 沒有差用 重要是什麼呢 一起罷 當然是威力最大 但就算是選行業罷 我都覺得是公共運輸系統 又或者是倒垃圾 即是對大家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響 即是那些人經常說 醫護這麼重要 所以就不要罷 那就沒有意思了 即是如果那件事 重要你反而不會罷 其實根本就沒有罷工罷課罷事的威力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那些很激烈的 即是不要說很多很激烈的朋友 說到這個邪惡的萬惡的什麼 這個怎麼說 哇 即是說到一百毛 哇 林日希真是偉大 拜一日功 是 那不是很重要的 他那些事情 應該拜一年 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即是證明香港人 是不願意為了政治 而是作出任何犧牲 即是你犧牲一天 大家已經很恢復他 犧牲一個假期的半天 應該是要認識 更何方一天正常上班 所以其實三罷都是沒有什麼意思 三罷有意思 你仍然說三罷有意思 不然三罷有意思 敲罷就沒有意思 即是等於接你絕食 等於接你絕食 如果你罷工你真的能夠 即是說絕食是有用的 即是我看到絕食是最有效的 即是你餓死幾件 那你對社會的鎮壓 你一路絕食 絕食到餓死為止 即是絕食至死為止 死幾件 那是否一路罷工 罷到店舖倒閉 和被人炒為止 這樣才有威力 有威力 絕對有威力 即是你必須 其實這個世界你要付出 現在如果你去做 什麼叫做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的技師 因為立一個逃犯條例 他是全世界都是立的 即是印度 只不過因為我們不信中共 是 恥惡政權 印度當然應該 不過因為那裏沒有法治 沒有恥惡政權 於是你便不行了 你現在是要對抗 這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來的 一個非常之大的過程 不只是這件事 遲些二十三條來 所有事情都來的 你如果大家就說 嘻嘻嘻 喂喂喂喂 煮飯仔 那些就想著能夠 去對抗一個這麼大的運動 這麼大的趨勢 大家以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這些人一直倒閉 即是你現在其實又是令到 那些聽眾 我已經付出了這麼多 你現在還沒有養 還有另外一個批評的方法 你又不做 我就是不做 我現在就 我準備搬回大陸住 你連遊行都不肯 我搬回大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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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我搬回大陸住就不怕送中 是不是啊 我住在大陸 要不要怕更多 我就是準備搬回深圳住 沒有啊 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我只可以代替黃絲說 等你一日給大陸公安抓 你們知道你要洪費 不要回來香港 我告訴你 但不要拉到這麼遠 我接著講另一個話題 我們經常都說 遊行有沒有威力 或者送中這件事 通過了有沒有破壞力 我們都不要說什麼正式 只是說兩件事 現在送中條例都立法在職 你看市場 在6月9日的遊行 我們撇除了 即是學雷鼎明說 撇除其他外圍因素 最直接的 第二天 市場上升了 然後樓市人說 現在的中原指數不斷破頂 似乎這個送中條例 起碼市場反應 就好像是沒有一個即時交 如果你同意 那沒有不同意 這件事 你解釋一下 你只能解釋一下 你只能解釋一下 那你解釋一下 就是我的解釋 我其實不是很同意 因為這一天 如果過了幾天 或過了一個月 可能會發生 而且很難驗證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只不過是說 你出來走完 一百萬號 幾多萬人好 走完 市場是沒有什麼 對這件事件 有什麼反應 那些人都不知道 你將來都會上班 打賊 即是這樣說 我覺得 整件事 真正的變局 是在1981年 鄧小明 深入香港 1984年的時候 中央聯合聲明 1997年 深入香港 這件事在大局底定 其實稍微有少少路的人都知道 一國兩制到最後 不是五十年之後 接著再說 那五十年之中 會是一個漸變過程 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從西方來講 他都將香港已經 Way off 賺了現在二十多年 他當賺了 即是 大家整件事 已經整個市場 一早已經有一個發生 只不過有些人 你還幻想 是不會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市場已經 是預了反應 當然實際上 香港現在哪些人有錢呢 最有錢的人都是大陸人 即是大陸人 正經的大陸人 都是邪惡的大陸人 已經走了 在蕭建華事件的時候 已經走了 不用等於今天 在今時 在捉的時候 在開始 習近平上台 開始捉貪官污吏的時候 再拘捕蕭建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不安全 就算沒有送中條 也知道不安全 我只是部分同意 真的 原理我同意 我部分同意的意思就是 現在的所謂外國的商人 是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是有錢人 他們的承受虧蝕的風險 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已經賺了很多 可能他們知道 市場上會下跌 但可能會上升呢 跌也沒所謂 我都賺了不少 我就硬吃它 另外當然 我都某程度上同意 就是 長期的影響 其實一直已經吸收了 所以現在反而 一早都預料 兩樣都有 另外一樣 我覺得就是一個 短期的效果 就是 你未預知到 現在都未批 可能過幾天 林鄭又會讓步 可能最後一刻 可能好像當年0371 抽回來 因為短期的效果 又是未確認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麼 喂 炒一天 三天已經要中線 喂 現在可能整個月才知道結果 可以炒到三四轉 炒了才說 反而這個技術上 我不回到你說話 但我先講一個 在市場上的技術上的問題 你聽好消息出貨 如果相對的話 就是壞消息入貨 OK 其實在好消息公佈了 那一刻 因為在市場上 是比消息快 反而好消息公佈了出來之後 大家反而還會扔 因為原來支持你的時候 在消息公佈之前已經炒完 所以現在在壞消息的時候 可能通過了還升 因為大家在通過之前 如果要扔掉就扔掉了 就像脫外 反而你現在確認了脫外 我已經預測到所有的 將來的損失了 反而我就更加有信心入手 因為已經沽掉了 所以如果是脫外 應該在公佈之前 這件事有很多複雜的事 這就是股市 另外樓市要怎樣看呢 樓市呢 譬如我有看過少許數據 一來它成交也跌了 大家看到 過月那個星期 都有中元數據 但是它的中元指數 有不同的朋友 在傳媒說過 中元指數創新高 即是二手價格的市場 但一來我自己寫一個文章 就說它的指數 是有交易才有指數 那一來 一定是 一個從來大家知道 全世界都是有這個 即是樓市都有這個 pattern 有這個規則 就是它市好的時候 樓價高 成交量都高 市不好的時候 樓價跌 樓價低 成交量又會跌的 那它通常會這樣走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 就似乎開始是會不會是 雖然它的樓價是未跌的時候 但是成交量就慢慢跌的時候 會不會是看定些先 還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中元它自己出的 經紀人 經理人指數 經紀人指數 就是它自己那些 公司每個星期 問它覺得市會升 是跌的 那過去那兩個星期 一直都跌的 那業界它們相對 不是這麼看好 這幾個星期的市 一直都在發生著 那只不過是它的指數 還沒有反映出來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道勝途說了 為什麼會是 加起來的故事呢 就是說身邊越來越多人 說要移民 那就是 一個就是說 我移民的 會不會有些 中產會是賣樓呢 就是小約需求呢 而另外一個講法 我也不知道真是假的 如果你過了逃犯條例 修訂的話 那是不是覺得 內地人都覺得 拍些錢來香港 會不會那麼安全 那他們於是乎又傾向 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就是有些人說 那些樓都是被那些 內地人炒貴的 那如果它香港 不是說 他們在香港 擺著來做儲資債 現在都不安全 你可以凍結我 那我就不放在香港了 那樣 就是有這兩個這樣的 一來是移民 有很多人說 在想移民 申請移民 另外就是大陸的錢 會少了 那這兩個理論 會不會是可以 跟樓市 覺得它會慢慢 會反映出來呢 是 不過這些都很難 我講一個 我不如講一個 就是基本理論 好 講理論的好處 就是首先 他不會錯 OK 施大陸說過一句 很精彩的話 是 量的 是質的一種 量是質的一種 OK 在投資世界 量是價格的一種 於是乎 你的成交量跌了 其實相當於價格下跌 在某程度上 可以互相對稱 假設如果我沽一件 我可以用10元去沽一件 可能我1元可以沽十件 對 所以量是質的一種 而在投資的世界 這個是很普遍的 但我認識的人很少 這是一個基本原理 但我不知為什麼 這個街道店是太窮 太窄 OK 這件事就是 在利益率高的東西 就是先跌價再跌量 即是跌下去很難接 譬如股票就是這樣 先跌價再跌量 在利益率低的資本市場之中 就是先跌量再跌價 這就是樓 沒錯 所以其實跌量是跌價的一種 原本還有很多話題要講 不要緊 反正這個商標條例 是一直都會進行下去 我們下次再講講 我們怎樣展望這個發展 好 到這裏